是为了要接轨世界 对莱猪有疑虑的人 都没有吃到莱猪 然后叫我们吃莱猪 我没有吃了 核食也吃了 我们进了CPTPP吗 进了RCEP吗 跟中日台日签了这个FTA吗 跟美国签了FTA吗 两年前我们这个大公投投票 其实民进党是用资源 让四大公投都不过 这是不代表人民要费核四 也不代表人民要吃莱猪 也更不代表18岁的投票权 不能被重提 两位对手都不约而同提到 我们都吃了莱猪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当初民进党政府 依照国际标准科学数据 来制定莱克多巴胺的 最高容许量 是为了要接轨世界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了妥善的风险管控 包含源头管理 产地标示 以及后续的稽查等等 所以对莱猪有疑虑的人 都没有吃到莱猪 你们两位有吗 那也因为我们展现 接轨国际的决心 所以后续 不管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的 第一个贸易协定 选择跟台湾启动谈判 我们同时也分别跟 英国 加拿大 韩国 等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深化拓展了关系 因为他们看到台湾 接轨国际 愿意解决问题 克服问题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